耶 Kondo Sun 今天是寒冷的下雪天 放眼望去什么都盖了一层白雪 米娅的表妹苏菲来到农场找她 亲爱的苏菲 见到你我好高兴 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我好想你哦 我也一样很想你 米娅 今天是米娅的生日 格尔达带了好漂亮的蛋糕过来 格尔达 这是我最爱的蛋糕哎 你怎么知道的 大家聚在一起为米娅庆祝生日 祝你生日快乐 晚上他们围在壁炉旁边聊天 格尔达 还好你有跟奶奶说今天要在这里住一晚 等一下可能会有暴风雪 听说白雪皇后会抓走在暴风雪中迷路的人 把他们变成冰块 白雪皇后吗 你怎么会知道 大家都知道啊 这是真的 难道你没有听过吗 苏菲 苏菲当然不知道米娅以前就是白雪皇后 从来没听过对吧格尔达 是啊 没听说过 我相信它存在 它好厉害 真希望我能跟它一样强大 看来这个傻女孩不知道 她的表姐以前就是我的白雪皇后啊 真有趣 今天做了好多事 我有点累了 我要睡哪里 我们要一起睡在我房间 都准备好了 来吧 苏菲上床睡觉以后 米娅跟格尔达继续聊天 我表妹对女巫汉她们的魔法很着迷 但不需要让她知道我以前是白雪皇后 就当作是我们两个的秘密吧 不用担心 米娅 这个时候 女巫又在计划做坏事了 她也许就是我在找适合当白雪皇后的女孩 我要把苏菲变成白雪皇后 让你吓一大跳 看到时候你会怎么做 哈哈哈哈 第二天 苏菲要把格尔达送回家 所以她们坐上了雪橇 米娅跟她们说再见 再见啦 不过女巫帮她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没错 继续走 哈哈哈哈 糟糟 雪崩了 跑快点 迷路们加油啊 成功了 继续走吧 哈哈哈哈 哥尔达努力从雪里面爬了出来 哦 糟了 苏菲去哪了 好 来吧 来吧 米露们加油 就是这样 苏菲 苏菲 哥尔达找不到苏菲 马上回到米娅家 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 马上带我过去 一定要找到苏菲 但是女巫已经把苏菲 带回她的城堡了 准备要为她喝药水 没错 割下这个 你马上就能拥有魔法了 哦 你是什么人 这是哪里 冷静点 我要让你成为新的白雪皇后 到时候 你就能得到一直想要的强大魔法了 哦 听起来很不错 但怎么做 像这样 哦 这真的是我吗 哇 好不可思议 没错 就是你 你现在是世上最漂亮的女人了 邪恶的白雪皇后 我真的好漂亮 你看 你那扫兴的表姐跟她的朋友 现在他们是你最大的敌人 哈哈哈哈 米娅跟格尔达在大雪中寻找苏菲 苏菲 苏菲 我们到处都找了 它在哪里 哦 你看 那里有雪橇的痕迹 先去看看 什么 是女巫的城堡 苏菲是被女巫抓走的 希望她还没有对苏菲做什么 来吧 赶快找到苏菲 我们得非常小心才行 你看 那里有一个人 她是苏菲 女巫把她变成白雪皇后了 来呀 孩子们 哎 这是怎么一回事 格尔达 这辈子就当个冰雕吧 啊 哈哈哈哈 米娅用她还保有的魔法反击 等等 苏菲 你被女巫欺骗了 我们是来救你的 原来你们是来救我的吗 哈哈哈哈 我可以把你变回去 拜托让我帮你 我是法力强大的白雪皇后 没有人能夺走我的魔法 现在借我这招 苏菲准备要施展魔法的时候 米娅比她早了一步 这是什么 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才行 米娅跟格尔达 马上搭上雪橇离开 想跑就跑吧 别以为结束了 我会毁了你们两个 苏菲变成白雪皇后了 我们该怎么办才好 我们要想办法把她变回来 那为什么我们要逃走 因为我要想个 可以扭转女巫的咒语 又不会伤害苏菲的办法 我知道该怎么做 怎么做 用魔镜啊 上次在你身上成功了 米娅跟格尔达 到底能不能扭转女巫的魔法 让苏菲从白雪皇后 变回原本的她呢 孩子们 你们在下一集故事里 就能知道答案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